過了差不多五十分鐘的車程 我終於抵達了蘭波站 在我身後剛坐的這輛就是急行空港線 急行空港線就是會飛站的路線 又不是全部站飛了,飛一半左右 所以速度大概會快一點 另外亦有普通版本 就是身後的這一輛 普通版本 最快最快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看上去,藍色這輛 很有型的 它的圖裝圖像是藍色 超級有型的 當然要坐這輛急行空港的列車 就要貴一點 你要多付500日圓左右 雖然對我來說其實也不是錢 當然 因為今天想慢慢地在電鐵休息一下 坐了一輛急行就算了 和上次去東京一樣 因為說真的 其實時間大概都是差十多分鐘 不能快去哪裏 它本身是因為共用路軌的緣故 所以它就變成只能夠快一點 快一點 那到底這些普通的列車去哪裏呢? 原來去和波山市的 即是說它是可以沿著機場一路的 跟我們的空港快線就有少少不同 在日本這裏的鐵路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就是一條路線 可能會有很多個不同的目的地 甚至乎會有不同的速度 急行 飛走等等 那我現在滲透面的Rapid列車 即是最快的就開車了 在香港我們就叫它做機場快線 你就這樣看下去 你不會覺得它像電鐵 給大家看看那裏 哇!很有型的 這個時候我又要去南波站 出回到我住的酒店 因為其實都相當近的 那這個站呢 就是屬於南海電鐵的 全部的列車你看到 都是同一間公司的圖裝 都是很舊式的日本的列車 我們叫做電鐵 其實都是火車的一種 好可愛啊 我看到它後面這個呢 看不看得到啊 它在捲緊啊 這個是那些叫做 下雨那些 用來拆玻璃槍那塊東西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很過癮啊 它自己在那裡拆拆拆拆拆 在這時候介紹一下 待會再聊天 拜拜 拜拜 有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 找到 走到 走到